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Google file stream 这个Google file stream 如果你设置的话 Google drive file stream设置的keywords 现在我们看一下Google drive file stream设置的keywords 它会出来这边 如果这个start a free trial 这个是如果我们的ID的话 它不是free了 它不是free trial 它是免费给你用的 你按这个 这边也backup 东西很多 我按这个先 然后进入这几面 等下那个其实我有那个我让路下那个那个整个Google file stream 好了 可以在这边说 Follow this step Install 那个 Ride file stream 你按这个连接 这是format的 OK OK So that's bad OK Now 这边这个window 这个这个配置我分享给你们 我那些还没有用Google drive file stream 这个link我分享给你们 这个配角过后 你介绍这地方这第五个这边给你这个闹路 那路不好追走啦 这个Google drive file stream 这都也是 因为它是都要install 所以它是多dse的吧 然后录完了过后一直开了 一下子那都完了如果是用啊 啊 那个WiFi的话 当然 这是要电脑不是电话 电脑 电话不需要 然后录这个Google file 一点电话直接开 当你那我本来过他就叫你 录音你的那个ID 然后一家录音的ID 因为我已经install了 他告诉我不能够 因为我已经install了 如果在下面install了 那个老师 你说过后 你他会叫你login那个ID 你不要用那个MOEID来login 你用MOEID 你login了过后 你会发现到 你的电脑里面就是你的电脑部分 你发现在电脑里面 你的那个 this computer this pc 你出了本身的hard disk以外 它会多了一个 Google drive file stream的disk 你按进去了过后 它就是my drive 后你会出现所有这些folder 就是在你Google drive的folder 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那个icon的那个发跟moder 它都有一个云的那个那个icon在那边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云端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脑没有online的话 你开不到这一块 你没有电脑没有online开到这一块 就算电脑没有online 你一样的可以将你开的那个新创建的那个microsoft word 你可以做 powerpoint 你做的 你做的东西 你一样的你可以直接set进来这边里面 就算你电脑没有online 你可以做microsoft word 你可以做powerpoint 你可以做excel 可以开心的话 但是你要set进来这边里面 你set进来这边里面 当你电脑一online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 导致进去你的google drive 所以你不用说做一个backup的那个动作 它自然的就会是 在backup你的google drive 因为它跟你google drive是同样一个account 就是说它是 它是会symbolize的 也就是说 它好处最大好处在这边就是 它是unlimited storage 你set东西在这个google drive by street里面 它是不会增加你hard list的能量 就说你hard list小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为什么现在的电脑 他的hard list的能量没有像以前会去到1db 500gb降大 现在很多卖的只是啊128sd 128gb ssd吧 因为什么 大家都是在用这个google drive 所以你的电脑的那个hard list 只是需要用来install你的soft 收你的lokument 你lokument我们世界收在 那个google drive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你会发现到 旧的电脑跟新的电脑最大差别在这边 以前一直到500git 1db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为了收你那个 电影啊什么 那路下来非法的电影 其实现在不需要全部收在google drive 所以它有这个好处在这边 如果你的电脑关系给它偷掉啊 不禁掉什么 你不用担心 你的google drive 还在 你的东西还在你的google drive 在云端那边 电话可以开 任何电脑只要log in你的id 跟password 你就可以开 只是你要记得 如果电脑不禁掉的话 你要快快log进去 你的那个用电话 还是用其他电脑 log进去你的id 换掉你的password 不能的话 你的电脑被人家开计 你里面有些机密的资料 或者一些 很私密的照片的话 就像一些明星这样子 对你的方式 放上去网站 所以还是要保护好 自己本身的password 这个是这个google drive 5stream的那个 那个好处的用法 下一堂课我会安排一些 一个使用 给大家分享 对考 从你其他的google drive 对考过来 现阶段 我有一个做法 就是比较简单的 不用花时间的啦 就是你将你旧的那个 google drive的那个folder 的那个那个 你所有东西的 所有东西 像google drive 旧的google drive的id 你把它放进一个folder里面 全部都盘起一个folder里面 全部都盘起一个folder里面 然后你将那个folder share can edit 去你的新的google id 你将那个旧的google drive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放进去一个folder 或你直接share那个folder share can edit 去你的新的id 结果后 那个旧arrive 可能已经要满了 接下来你不要用它 就可以了 它不会不见 它也不会坏掉 因为它都在云端 所以你可以保留原本 在旧arrive那边 它不会不见 但是你新的那个id 因为它已经share过来了 所以你需要 哪一些东西什么话 你可以从那个share with me 那边 再找回你要的东西 再重新duplicate 或是搬进去你的那个 新的那个id的drive里面 所以你就不需要 做这个backup 动作这样多 所以就很简单这样做 只是你要记得 你那个旧的id的那个 google drive的东西 你share了新的id的时候 那个folder 你不要再增加任何东西进去里面 因为你在增加进去里面的话 它是在增加着你 旧的drive的那个容量 如果旧的容量已经要满了 因为那是你personal email嘛 所以你要满的话 到时你再增加的时候 你已经增加不到 你share过去的 主要意思是说 你要拿任何的东西 在旧的资料 在旧的id的话 你还可以再拿出来 你可以做一个duplicate OK make a copy 去你新的那个drive上面 所以就是说 你有一个external high lift 你这个时候你要拿 然后你出来拿出来 拿出来过你bundi 先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这样子的话 会一个很最简单 最直接的那个backup的方式 当然如果你要讲文文句先 翻过的话 它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下次我再分享给大家 如果没有任何特别问题要问的话 今天早上就到此为止 啦 OK 谢谢大家